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共和国史很难 你要研究政治 是吧 很难 他选了一个角度 日常生活 从新中国以来 咱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发生变化 我看见他这个造型 我就想起其中一个细节 他今天可以跟我们聊聊 因为我老觉着他这发型有点像贝多芬 所以他正好是很深入的研究了一下贝多芬在新中国的命运 雷老师 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我们谈谈 1971年 中美开始有来往了 应该送要访华 当时是中美刚刚开始接触 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协定 中国邀请了美国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来 波士顿交响乐团来 那么中国是沈阳杂技团到美国演杂技 因为中国只拍这个相对没有意识形态 你不能不好到美国去演那个样板戏 那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 因为当时还不是公演嘛 都是单位内部发票嘛 但是他总要演节目啊 他交响乐团演什么呢 当时签的协议定好了 是演贝多芬的那个贝武 贝武就是命运 命运交响 是命运吗 是命运 贝武是命运 他们在美国准备好了 当到了中国之后 这边突然就是所谓的管文艺的吧 大概是将军或者姚文元 就不能演贝多芬这个 贝武命运 不能演命运 因为命运它有宿命论 宿命 这要批判的 但是你主要 你不可能让人家美国人演样板戏啊 演咱们什么交响曲 什么什么沙加帮啊 或者什么吧 那就说让他演 那个贝多芬的田园 你第一回听这个贝多芬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那就是田园 我的印象就是说 我有一个姨父 这资本家家庭出生 但自己爱好文艺 我不懂谁叫贝多芬 他我看到那老头那篇兴奋啊 哇 他吃了药一样 拼命跟我们讲 什么运用在敲门 我们全都不懂 看着他 我们想资本主义复辟了 这类家伙文革那么多年没看他这么神气过 他就讲二战的时候 这个就是电报的密码 打过去就是密码 现在德国电话厅都是那么滴滴滴的 他说这个就代表了这个什么什么盟军登陆 我说这个贝多芬不是德国人吗 你们不是跟德国打仗吗 你怎么用德国的音乐呢 我当时那套概念 反正在很多在文革当中被打倒的人听来 贝多芬是他们解放的一个信号 那我问你啊 你真觉得就是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听吗 田园好听 田园我到今天还是热爱 就是你第一次听就觉得好听 那没得比的 那田园是好 但是我那时候文化水平也低 我觉得最好听的是最后一个曲子 叫《心跳起永不落》 现在每一次拉的进行曲来 就是每一个音乐会最后加演的 anglet一定是这个 他们把它变成叫《心跳起永不落》 就这样 但是文化水平低 那个其实是比较一般的 但田园实际上盯的是好 徐老师这开车都是交响乐歌剧 也是个发烧友 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一首诗 不知道哪一个诗人写的 说列宁喜欢的贝多芬的音乐 我刚才要讲 我待会来讲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为财动力凤凰大视野 清末民初 28岁的延西山出任山西都督 从此统治山西38年 直到退守台湾 失去山西 也失去政治筹码的延西山 退隐山林 专心写作 来自山西的护从 成为他唯一的依靠 凤凰卫视独家专访 严家子孙和贴身侍卫 山西王 严西山 国军将领生平济世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刚才徐老师聊到当年的回忆 列宁喜欢的贝多芬 好像是白华的一首诗 不不不 我告诉你 有玄机 有玄机 刚才讲过 这个就是说 非要让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就会重新改 改那个田园 那田园美国那个指挥家 我根本没准备 我到中国了 也没总谱 也没带 我们在美国也没练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时候 周恩来或者中方和美方 都很着急 政治家考虑的是 好不容易两个国家开始接触了 不要因为这些知之皆解 给他制造麻烦 中美关系 因此这个刚刚好不容易破兵之旅 或者对 一定要解决这问题 那个美方也很着急 美国一个驻华的那个联络处 的一个年轻官员 他便学中共 中共党史 他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 他就劝那个美国指挥家 请你演背六 对时候他说 为什么非要被捕就是命运不行 田园就行 为什么命运不行 田园就行 为什么 他跟他解释 他说 他说我自己临时想了个办法 我说 因为中国领导人 多数都是从农村出身 对田园有一种天生的感情 那个田园 这个暴风骤雨 尤其田园有一段是暴风骤雨之后 最后阳光明媚 使他们想起了 对 想起了中国革命 经过一段曲折 他说那种血腥最后过河过程的阳光明媚 过天晴 所以你理解他们的心情 这时候 李德伦把自己的 的背六的那个 就是田园的那个总谱 就借给了那个美国指挥家 他也觉得 后来我看李德伦 他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那个指挥家你知道 要事先要练习 每个人的总谱 有自己的记号什么 等于说 那个美国指挥家 是拿着李德伦的那种谱 就指挥了 这个田园 指挥的很好 这很成功 那么以后就是 周恩来觉得这是个问题 因为以后外国元首 到中国开始就多了 外国领导 可不可以我们演什么 你总不能演演满戏 就是说可不可以有什么样的音乐 可以给他们演 他们国家的呀 后来就说了 李德伦呢 就他问李德伦 李德伦就跟周恩来说 有一种音乐 什么降低调 什么多少曲 什么什么 邪奏曲 什么F 无标题 后来实际上西方没有这概念的 就是降标题 李德伦就说 这个没有标题 就无标题 所以这个没有标题 因为你本来你有一个命运 他说你是宿命论 那你很多标题 他会扣上一些帽子 说这是没有标题 中文来一听 觉得这个挺好 可以无标题 我们可以研究 无标题音乐 就开始演了一段 演了一段 你刚才提的这个 1974年 批林批孔批周贡 突然有一个大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运动 突然有一段时间 报纸铺天盖地 都是一个 无标题音乐 你有印象吗 我有 原来这个就是批周恩 背后 难道无标题音乐 就没有阶级性吗 对呀 他当时的 我现在搜集了这些文章 我写过一篇文章 关于这个整个的 这个 贝多芬中国阶级 那么他基本理论就是 无标题音乐 就没有阶级性吗 音乐家是有阶级性的 无论他是什么阶级 无论他有没有标题 他是无产阶级音乐家 他写出来的音乐 有什么标题 都是代表现了 无产阶级的感情 他是资产阶级 他是贵族 他有没有标题 他写出来的音乐 表达的就是 贵族的资产阶级的 所以一定要站在 意识形态问题上 一定要立场要坚定 一定要站在 这个风口浪尖上 做坚决的斗争 所以就过了几年 四人帮也粉碎了 周恩来去世了 四人帮也粉碎了 那么转眼之间 就到了1977年 三月份 这一年是贝多芬逝世 150周年 全世界都有一个 演奏贝多芬的音乐 来纪念贝多芬 就是说李多伦 他始终觉得 中国应该演奏贝多芬 同时他又觉得 这也是他对周恩来的 一个怀念 或者说他觉得 他对周恩来有愧 他是他提供的 跟周恩来说 有一种音乐叫做 无标题音乐 周恩来说可以用这个 因为这个我查了周恩来年谱和什么 他和江青之间 两个人这个 都有批示的 两个人批来批去 你看周恩来始终是一个很 看着很柔软 像个棉花一样 江青的总是很凌厉 实际上都被周恩来的 那个吸 那个能量被吸 再轻轻的反对回去 太极全了 我那篇文章里写到这些了 那么到1977年了 当时呢 你知道文艺开始解冻了 1977年照说没问题 但是呢 这些都没演过 最多是换了洪湖之威队 就文革中的近的红色歌曲可以演了 什么南尼湾呀 什么这些开始演了 包括 这时候 我看李德伦 他跟他认识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长说 应该演做贝多芬 副部长说这是 因为禁止演贝多芬这是1964 刚才我们讲 那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毛泽东是决定的 实际上是根据那两个批示的精神来 虽然没有具体指贝多芬 但是实际上是根据那个精神来的 毛并没有讲过不能演贝多芬 不 他讲地位 他没有具体讲贝多芬嘛 他讲整个西方古典音乐 包括贝多芬 那就全部被禁了 那不是禁一个人 不是针对某一个 就整个西方古典音乐 全都禁了 这是说 那因为你要解冻贝多芬 整个西方古典音乐就都可以演了嘛 这就是一个文化政策的一个大的 转变 转变呀 这个文化部副部长就说 担不起 这是毛担不起这责任 这是毛 当年两个批示 那是文革中文氛围 上方把人说 我要请示部长 文化部长说 这当年两个批示 决定了毛 我担不起这人 我要请示中宣部长 当时中宣部长也说 这是那两个批示 毛主席两个批示 当时还是两个凡事嘛 叫凡事毛主席 对对 主要就是还是两个 就两个批示 说我担不起 后来他就请示了 中宣部长请示了 当时管理意识形态的 政治局委员乌兰富 乌兰富也说 这个 他自己也做不了这个责任 我们请示 华主席 华国锋 华国锋就华主席 觉得这种事情 要开一个会 要开一个会 就政治局会 来讨论 而这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列宁回录 什么都可以出版了 所以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所以李多伦他们做了一个很 或者是其他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工作 所以我说做功课很重要 有些事情你不做 没准就做不成一个小时 他们把有关列宁回录录录 列宁喜欢贝多芬的什么热情 还是什么奏命曲 给递上去了 所以这一讨论说 毛主席是革命导师 列宁也是革命导师 那么就决定演 这也太近了 归贝多芬 归的列宁 这就有了说 列宁喜欢的贝多芬 对 就是刚才有心 飘扬在中国的天空 这个呢 我为了研究这个 我找材料 找实料 就是当年演出的时候呢 还是为了谨慎 怕这个引起的震动啊 太大 你又想象不到 演个贝多芬 会引起那么大震动 他们也怕引起震动震动 所以我找到了 那次演出的广告 登在人民日报上 就没有这个 广告上登的是 什么草原英雄 什么琵琶 什么独奏演出的节目吧 有什么 那个草原英雄小姐妹 还有一个钢筋携奏曲 站台风吧 是不是 你有印象没有 站台风 反正是都是这个样板的 或者是主权绿的 根本没有 广告上就没有 登出来有贝多芬 这等于说 在演出的过程中 还是演出 最后一次 说演出贝多芬 所有的听众 我看这些 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能够演这个 所以你看 很多那个外国的 驻北京的记者 那个都发了 这个重要的消息 你演一个贝多芬 是个重要的消息 那么你刚才说的那个 我就想起来 演这个的时候 我正在部队 在福州飞机场当兵 有一天早上吃完早饭 我突然听到 广播里说 下面演奏播放一曲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 写来的 北斗芬的什么 我听了这个 当时我在饭堂里头 快跳起来了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从六四年 包括尤其文革的 那个批无标听乐 什么 就意味着 恐怕要翻过来了 好 我又搜集了很多材料 我看刘新武 写过一本书 叫做 我是自己的回忆录 他也提到这个 因为我在搜集 有关这一段的 这个史料 贝多芬的 他提到了一点 他就说 当时人民 他一个老大企业 他认识是 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也是为了找列宁的 这个喜欢贝多芬 因为让他们 为了做得更稳妥一点 让别人 因为好多人的思想 还很僵化呢 这毛主席说的 你怎么这样 也是 就是有了 我刚才才说的 当时 就是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前面说 演出贝多 演奏伟大革命导师 列宁 生前非常喜欢的 那么 还是在 刘新武的会议中 说到 说他的一个 年轻的朋友 当时正在农村茶队 给他写了封信 说我突然听到 收音机里播 贝多芬的 这个音乐 我在 激动的在田地里 跑起来 在田地里 我知道 中国要变了 我们的命运要变了 我们要回城了 就你刚才说的 那个 有些人听到 那个 听到贝多芬 就觉得 中国要变 这就是当年 那个 我觉得是政治极度的 干预到日常生活 人们就从日常生活的变化 允不允许 贝多芬 中外 一般的像这种 老百姓或者知识青年 都从这儿 能捕捉出政治 要发生大变化的 下一次你读李白的诗的时候 你就要说 这是唐贤忠非常喜欢的 这真是 换了人间 你跟今天这网络时代相比 这真是很难想起 是毛泽东时代伟大 真是伟大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是八号张磊 我是十五号李依稀 我是十六号王锦瑶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师 二零一三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你知道我从他那个研究里才得知 真的就是今天的你很难想象了 曾经中国有一个时候 拿着话筒 你要在像我们这在台上 你要边走边说话 或者边走边唱歌 你都是被禁止的 你是不正确 这为什么 因为这还是一种传统的 那种一日形态 那种观念组织 因为我不是研究贝多芬 也就研究日常生活 我是从流行歌曲 在这个就是说改革开放前后 那么从49年开始进 实际上到50年代 就开始进一些流行歌曲了 一些流行歌曲 当然称之为咪咪之音 你都想象不到 曾经那个小燕子都被批判过 你会唱吧 小燕 这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它太软 迷迷之音 那么刘信远你知道 那在这个就什么周旋什么的 在文革前就被进了 到文革那更不用说了 跟爱情有关的都不行 哪怕是革命爱情的都没有 那个时候演个电影 庐山恋 那是改革开放后了 感觉开天辟地一样的感觉 流行我写的小说 这小说其实很不怎么样 但题目叫爱情的位置 那是七个年了 不得了了 好多人给它写信 几千几万封 就那个标题上有爱情的位置 这里边也没讲什么爱情 所以呢 等到这个78年79年 这方面改革开放开始了 那么一种新的东西 一个技术手段开始传进来了 核式录音机 没错 录音机录音带 而是双卡的 双卡的 砖头机 可以翻录 可以这第一次 核式录音机对我来说 是跟邓立军一起进来 对呀 我要说的就 还有一个三口百汇 对呀 一开始的带 就是这两个人的带 就是这流行音乐 就根据这个就进来了 流行音乐那么呢 又开始 因为广东毕竟改革开放 那么这个港台啊 或者是叫流行音乐 开始进来了 流行音乐进来呢 那么在广东那边 就先开始有一些 当时叫做清音乐团 那么广东还是走在前面 后来上面就不许 这边就规定说不许 不许有这种 这迷迷之音啊 什么什么 音乐应该是鼓舞人民 教育人民啊 跟民战斗啊 什么这种 怎么能这样呢 你像那种穿的 当时认为是 现在我看电视台 几乎都是这样了 当时认为是穿的 什么奇装衣服啊 磨口红啊 戴项链 女的拿着 男女拿着话筒啊 走了走去 这认为这就是 因为当时允许的 唯一的就是一个 立式的麦克风 一站那唱 站直不准弄 连那个鲤骨一的香链 都被批判 气声呛法都被批判 对对对 气声 那么呢 像这个是禁止的 那么从广东那儿呢 他们还是会这个 遇到红灯绕道走 就跟上面打报告 说我们只是在几个 对外的接 接待外宾的旅社里面 搞音乐茶座 白天鹅 什么白云宾馆 就类似于这个 这样的就开始 那么呢 他那个毕竟是改革开放的 控制啊 是不如从前 一些这个乐团啊 一些购物团 有些民间就可以搞一些乐团啊 包括一些官方的 拿话筒 那就是把话筒走来走去啊 唱听乐 对不对 那些阴邪啊什么的 一些老人就看不惯这个 就明确注入了 像这一类 他做了一个很多的标准 不许什么穿裙子多短啊 涂质抹粉啊 有很多 其中有一点 就是不许拿着这个 麦克风 不许在台上走来走去 杜勒斯要和平演变 我们三四代的一个 其中一个阴谋 所以一定要抵抗 所以关于这个流行音乐 在中国也是一个 很复杂的故事 所以我就是说 包括那个流行音乐之后 就是那个什么 更西方来的 就是什么摇滚啊 对对对 那是进了很长时间 包括跳舞 我记得就是 我专门也写过这方面文章 就是文革前 文革最早的时候 就文革前吧 六四年以前 是可以跳交易舞的 后来就禁止了 从六四年搞四清啊 以后到文革中禁止了 等到文革后 又开始 最开始我们刚上大学 起码就恢复到 跳疾屁舞 是我想起五十年代 这种青春原舞 去等等 对三步 马上从集体舞 可以跳交易舞 但是马上就规定说 不能跳那个叫disco 很长时间规定 是不许跳disco 跳交易舞呢 要保持距离 不能碰到 你再回头看 今天的什么中国好声音 真是换了人间 换了人间 真是换了人间 而且听说当时 这个跳这个disco的时候 听说他发生这个争议嘛 对呀 是有个人说什么呢 说他为什么要跳disco呢 那扭阳个不行吗 年轻人 对呀 所以当时的那个胡耀邦 还是比较开明 他就说 年轻人也喜欢 年轻人喜欢 我看disco也没什么不好 就跟锻炼身体 也很像 现在那么好 disco可以扭阳 后来老年人都跳了 中国的非要老年人认可 他才具有合法性 对啊 完了之后 当时一个这个 从前按来的一个老音乐 这个 老文艺工作 老文艺工作者吧 革命人 就说 那我们可以扭 扭扭扭阳哥呀 扭扭阳哥就是这个 革命的就是 革命disco 专动 你为什么非要 像西方那样 你有这个 但是实际上你抵不住 后来我记得是报纸上 大概是中国青年报 发过几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 他谈到这个disco呀 什么的 就是腰滚呢 他谈到说这个是发源于黑非洲 发源于黑非洲 是买 贩卖到奴隶 成了美国黑奴 美国黑奴 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客气 和这个工业文明结合在一起 他们在那表现一种发泄 一种反抗 这个就是说 阶级根源搞清楚了 阶级根源 这个合法性就有了 这个我曾经写过文章 也谈到就是中国这个问什么事情 都要问一个姓什么 这个传道很神 或一直到曾经嘛 现在要就淡多了 你穿什么 几十年的中国音乐与阶级都 所以当他想为你辩护的时候 为你这个寻找合法性的时候 他也得找一个 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挂帅呀 影响了中国多长时间 对 但是我记得小 我们小的时候最神秘的 就是那个贴面 贴面舞会 就是好像当时严打呀 抓了 黑灯 黑灯舞会 我记得在苏州 你觉得只有高干子弟 才能搞这个 每次舞会里边 有固定的两个黑灯时间 黑灯两分钟 要是没那个东西 去的人就少了 不过瘾 不过瘾 对 其实当时这个严打 也打得过分了一点 他有些真的就是抱着 接着为您莫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还是始终要保持警惕啊 对 所以啊 文明尚未成功啊 所以雷老师这个 这个